体重112公斤 猪跑起跳膜高到3'63 是麒麟啊 琼斯接球啊 二飞跟小复两人夹击 他就抬到琼斯手上了 啊 连续三四四进攻都是给麒麟啊 是 篮球又是关西 哇 阿布都 再给麒麟 琼斯投吧 哇 这手感不错啊 琼斯呢 琼斯自己也是新疆的运动员 哇 又是麒麟啊 10分了啊 这个大家又穿着新疆队的这个球衣 大家一定会想起过往很多这个新疆篮球 在封线这个位置上留给我们很美好的回忆 阿布都 Axel 打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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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林 没时间了 嘩厚 又进了 今天手感火热啊 哇 可怕 噢吼吼 盖了杜尔旺一个 特莱斯快 一截四个 一截麒麟16分 自己也难以置信 一截要打出平时一场的场均等分 场均就17分 这个最后朱旭航把黄荣奇撞倒 所以裁判也不能吹犯规 麒麟还能延续第一截的手感 有高度的这种你回来 你本身你还是防不了 你根本落不成这里进攻 又失误 新疆队 空中接力 又是麒麟 杜岛 这个笑容是挤出来的 70比49分差 一下子在半场结束前拉到了21分 这对广东连来说这坑挖的太大了 23的混合连防 连防扑得不好 但是麒麟今天首映 你说这个机会吧 博德斯 琼斯来了 又是麒麟 麒麟26分 尽量是把许星放在篮下 是 这个球三分犯规 二飞挤出来的时候 最后最后脚下收不住了 麒麟三分不仅投中 还造成犯规 打内传内出现失误 还好最后球权还是拿下来 麒麟再来 哇 今天手真烫啊 麒麟的三分球今天神了 105比81 麒麟已经33分进了83分 早点